来,ETF共分三步 1.简单了解ETF,支几支笔百战不代码 2.选ETF最需要走心的一步 我遇到难题了,选SPY,还是IVV 一个是大老巴菲特最爱,一个是新宠 3.注册交易平台 走起,我差点没开始就入坑了 你还好吗?我的新年愿望之一 是用5000美元学习理财 从1月1日2023年就开始研究学习 今天来交新手理财作业 另一个新年愿望每天运动 打卡穿比基尼无坠肉的那种 已经进行三个月了,我真棒是不是? 在这个视频中,与大家分享如何买我的第一支ETF 首先随我一起简单了解ETF 它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xchange Traded Funds所写ETF 是一种在证券交易所交易买卖的 也有称交易所交易基金 也有称股票型指数基金 ETF缺点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请默念三遍 大盘跌它也跌的 大盘跌它也跌 ETF有点 1.省心 看大盘走势等事情交给专业的精英去做吧 可以说躺着赚钱 2.费用低 大部分费率低于0.1% 3.流通信 ETF只要市场开就可以买卖交易 4.透明度 ETF根据SEC美国证监会的规定 必须每日公开持股的 透明度是非常重要 防止被欺骗 5.能分散风险 ETF是指数基金 5.税费优化 只要持有ETF的你不卖 ETF里面发生的ray balance 就不需要交cap gain的税 第二步怎么选ETF 大老巴菲特曾经讲过 如果他过世就推荐他老婆买SPY 可是ChatGPT告诉我 目前市场上最赚钱的 ETF之一是iShares Core SP500 ETF IVV 该ETF投资组合 主要由美国500家大型公司组成 其中有一些著名的公司 如苹果、微软、谷歌、三星、英特尔等 投资组合的表现良好 收益率也较高 此外 iShares Core SP500 ETF IVV还提供了较低的费用 一般只有0.04% 投资者可以节省大量费用 同时也更加安全可靠 仅供参考我 SPY和IVV是跟踪标准普尔500指数的ETF 这是对的 我为难了 如果是你选哪支 卖个关子 最后会告诉你我选了哪支 我通过学习认为适合我这样的小白 可以闭着眼睛 定投有如下几支 SPY费率0.09% SPDR的SP500大盘ETF IVV费率0.03%到0.04i Share的 SP500大盘ETF VTI费率0.03% Vanguard的全股票大盘ETF VOO费率0.03% Vanguard的SP500大盘ETF 第三步 我如何选择交易平台 这三家入选了 不过Robinhood太年轻 Fidelity很老牌也是我工作的 医院提供退休储蓄403B的平台 最后我选了TD Ameritrade 其中有段小插曲 同事听说我要学理财 推荐在我的退休账号403B里 就能买ETF 这么简单还好管理 但是进去发现可选择的范围很小 还好我有做功课 否则随便买一支 ETF就入坑了 于是在TD Ameritrade开设一个账户 需要提供个人信息 包括名字联系方式 财务信息等 以便投资服务公司 完成账户开设程序 最后你就可以开始买第一支 ETF基金了 在买入ETF基金之前 一定要仔细研究该基金的投资组合 投资有风险 以免买入不适合自己的ETF 公布答案 我跟随大佬买了SPY 每年我更新一次 看看10年后 15年后会怎么样 就到这里 这就是我一个理财小白买 第一支ETF的过程和心得体验 小节 ETF定投重点要长线 长线 长线10到15年 如果想投一两年的朋友 建议去炒股或者赌场吧 我已经注资5000美元 没想到要四个工作日完成 只要可以交易 我一定买SPY 我会及时更新 投资有风险 入市需谨慎 请默念三遍 谢谢